你听过彭赫斯特方文院吗 有人说他闹鬼 他原本是一个精神病和智障儿童的收容所 因为医生虐待囚禁病人的丑闻而被关闭 之后出了种种闹鬼的传闻 有人认为那些被虐待人的灵魂始终没有能走出这里 2011年一位名叫塔拉玛劳伦斯的女士曾在网络上透露 在这栋楼里至少发现四个鬼 第一个是一名小男孩 他有一个玩具飞机 这个玩具依然还留在某个房间里 你最好不要去碰它 因为可能会让你厄运连连 第二个会在休息室或者是浴室里面出现 就像一个会动的影子 它的名字叫菲什尔 这几个字母可以在某个囚禁室的墙壁上找到 第三个是游荡在二楼的小女孩 她可能会时不时从你背后跑过去 当当你转头的时候 她会立刻躲起来 你永远也发现不了她 第四个是一名愤怒的护士 据说在这栋楼里 如果你身上出现针刺感 可能就是她在给你打针了 这个护士就是当年的失虑者之一 有了这些传说 很多超自然现象爱好者 以及一些追求刺激的人 就喜欢大晚上来这里探险 精神病院没有电灯 你只能拿着手电筒在其中穿行 途中你会闻到各种没臭味 看到各种被遗弃的物品 有些东西比如旧娃娃还会非常的圣人 任何风吹草动都能撩破你敏感的神经 然而有人偏不信邪 拿着一堆探测器 要来看看他们到底存在不存在 先是拿起小男孩的飞机乱跑 接着不断的拍照 想看看影子会不会出现 然后又掏出小肉林天线 企图让打针护士 拨动天线回应他们 甚至叫嚣着 快来给我打针吧 当然结果都是无事发生 看来传说果然是骗人的 然而当他们在某个走廊问话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探访世界上最真实的鬼屋 闹出灵异事件 让人寒毛直立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吹诸死的人 尤其是一些国外的小伙子 那胆子是真的大 哪里闹鬼就往哪里钻 希望能和鬼有深度的交流 美国彭赫斯特收容所被遗弃以后 一直是朝自然研究者的诸死圣地 有些人认为 所谓的鬼其实是一种能量 就是人死后依旧会有能量的残余 这股能量会被禁锢在生前长期生活的地方 或者是死亡的地方 当然这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 但架不住这伙喜欢探险的人 他们会准备一些奇怪的探测工具 比如常见的EMF探测仪 据他们说 可以探测到超自然现象残留的电磁场 还有收音机 据说可以听到鬼魂说话 小幽灵天线 鬼魂如果和你互动 就会让天线移动 两个胆大之徒跑到彭赫斯特收容所 想要对里面的闹鬼传说一探究竟 却一无所获 但当他走到一个幽暗的隧道里 对着空气说话的时候 收音机里居然有了回复 声音很模糊 而且不是直播 可能有剪辑的痕迹 因此我们也无法确定 是否真的有灵异体回答了他的问题 包括他们自己的结论也是 无法确定里面究竟有没有鬼 说白了 他们这么做 也是为了吸引眼球 比起这里的鬼故事 收容所里面发生过的真实事件 其实更加的恐怖 它的关停 也导致了全世界大量的收容所倒闭 当年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恐怖精神病院失拍 惨剧频发 后来却成为了旅游景点 你知道以前的精神病院有多疯狂吗 在上世纪前中期 全世界有大量类似精神病院的收容所 几十年来 对待那些不能适应社会的人 主要的方法就是将他们关进 各式各样的精神病院中 有的精神病院里面住着成千上万的病人 但是当他们的家庭抛弃他们时 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在里面过着畜生一样的生活 在很多的精神病院里 养个人比养头猪的花费都要少 对待人比对待身口还要残忍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彭赫斯特收容所 就是其中的典型 你在店里面看到的任何惨物人的治疗手法 他都有 不给吃饭 关在小黑屋里面自生自灭 都还是小问题 不听话就绑在床上好几个小时 甚至会持续一天 当看护回来的时候 这些病人就已经被他们自己的排泄物所覆盖 对待一些狂躁的病人 看护通常会用药物使他们冷静 打针是家常便饭 但这并不是所能发生在病人身上最糟糕的事情 如果有病人要其他病人或者是工作人员的话 这些职工会把这个病人的所有牙齿给拔掉 而且是硬生生的拔掉 不打麻药 在收容所里面被关闭几年后 参观人员都会在下水道里面发现牙齿 甚至不排除有性侵的发生 彭赫斯特收容所于1908年11月收治了第一个病人 在社会上他同时具备医院和学校的属性 可能病人家属认为 周历医院和学校能有多坏呢 可一旦进入这个地方 病人会被分成几类 从精神状态上被分为低能以及精神病 从身体状况上被分为癫痫以及健康 这个1400英某的周历学校和医院 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小型的社区 因为它包含了30多栋建筑物 拥有自己的发电厂 农场 医院 甚至还有太平间和火葬场 一条龙服务为病人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但是后来病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拥挤 在里面基本就跟坐牢一样 虐待事件不断的发生 直到1968年 这里的丑闻才陆续为外人所知 愤怒的民众将其告上了法庭 但这场法律斗争居然持续了整整20年 直到1987年 它才彻底关闭 后来它也被称为宾夕法尼亚之耻 更讽刺的是 美国还把它做成了旅游景点 尤其是这栋病人宿舍 里面没有任何改装 还用闹鬼的传说进行营销 连死人的钱都要赚 真是连最后一点剩余价值都要炸得干干净净 由此看来 这里并没有鬼 要有也只是资本心里的鬼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